寒流即将来袭 嘉义的养殖渔民也开始预作防寒准备 就有业者想出了妙招利用包模的概念 在渔温上方覆盖一层塑胶膜 不止有效的防止寒风 还可以让水温提升6到7度 大幅的降低寒害 提升渔苗的生存率 也确保供货稳定 多位人员一次排开 合理拉开大型塑胶膜 覆盖在渔温上方 这个周末即将一来入东首波寒流 养与业者也做好准备 想出妙招防寒减灾 这里是嘉义县台湾雕繁殖场 北回寒流一来 纵容不少鱼苗被冻死 为了防止寒害 有业者想出其招 以铁架和钢索支撑 寒流一来就在鱼温上方盖上塑胶膜 就像包模一般 阻隔寒风 提升水温 六年前 包模的一个技术 就可以将阳光的热能蓄积在渔温里面 渔温包模不止有效升温 相较温室渔温还能省下大笔的空温电费 海流来袭嘉义县养殖域民 也想方设法提前做好准备 希望人家损失降到最低 解采虫无嘉义报道